这是男人在古代从未见过的东西 竟有股淡淡的香味 男人叫平泰 是幕府时期有名的武士 为了推翻腐朽的统治 他带领各地的武士接干而起 浴血奋战 但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而作为带头人的平泰 则被赐予了剖腹之行 可就在他将短刀刺入腹中时 却发生了穿越 来到了150年后的日本 看着四周陌生的环境 平泰以为自己来到了地狱 这时一辆汽车及时而来 差点就撞上了坐在马路上的他 看着眼前这个会动的四方盒子 平泰以为这是地狱里的怪物 可当他看到两个穿着怪异的人 从车里走下来时 一下愣住 而车上两人也被平泰的武士打扮给逗了 大叔你这是在角色扮演吗 平泰一脸疑惑的上前询问两人 这里就是传说中的地狱吧 大叔你开啥玩笑吗 这里是人间 平泰随即给了自己两个耳光 能感觉到痛 看来自己还活着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看着行为异常的平泰 两个人以为遇到了精神病 于是急忙开车跑了 为了弄清楚事情真相 平泰朝着不远处一村庄走去 他来到一家超市 看着琳琅满目的商品 他不禁感叹 这里的集市真大 全都是自己从未见过的海鲜和水果 可这里的人为什么都穿着奇装一服 就在平泰疑惑不解时 一股香味吸引了他 原来是促销员 正在给大家免费试吃炒面 好奇的平泰也忍不住端来一叠 可刚吃了一口 他就忍不住大叫起来 这简直就是好吃到爆 活了三十年 从未吃过那么好吃的面条 就在他大口杠面时 突然发现超市里的人 全都围了过来 一脸惊恶地看着自己 他害怕众人会抓自己回去继续切腹 于是惊慌地逃出了超市 一路不停歇地跑了几公里 泪倒在了路边 最后被一个好心的大爷带回了家 醒来后的平泰发现自己身处陌生房间 于是便起身四处查看 不经意间 他看到了亮晒在阳台的贴身衣物 这是在他们那个年代 从未见过的东西 这时恰巧 大爷的孙女小美下班回家 目睹了这一切 误以为平泰是个变态狂 随即喊来了弟弟小杰 两人都以为平泰是私闯民宅的坏人 幸好大爷及时赶到替他捡危 到了晚上 大爷为平泰准备了饭菜 并询问了平泰的来历 平泰告诉大家 自己是武士平泰 正在剖腹自杀时 就突然来到了这里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因为平泰是幕府时期有名的武士 所以小美和弟弟完全不相信 他说的话 觉得他就是来蹭吃蹭喝的大骗子 可大爷还是拿出了历史书 耐心地告诉平泰 你所生活的幕府时期距离现在已经有150年了 平泰觉得大爷是在和自己开玩笑 并不相信这一切 于是大爷随手打开了一旁的电视机 看到盒子里竟然装有人 还能发出声音 平泰彻底不淡定了 他吃惊地来到电视机后查看 却发现啥都没有 这是大爷反问的 这些文明利器在你们那个年代应该没有吧 看看头上的电灯 再看看四周充满现在气息的环境 平泰不得不接受了自己穿越的事实 这一夜平泰失眠了 看着电视里播放的低俗娱乐节目 他陷入了沉思 第二天一早 平泰留下一封告别书便离开了 大爷担心平泰发生意外 便要求孙女带着自己出去寻找 很快 他们便在村口的马路上找到了平泰 平泰告诉大爷 自己昨天就是在这里穿越来的 可现在却回不去了 大爷问他为何一定要执意回去 平泰觉得现在的日本十分堕落 并不是自己想见到的 大爷连忙安慰道 也许你的到来就是天意 何不顺从天意留下来 了解一下这个世界 也许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 看着一脸真诚的大爷 平泰勉强答应留下来 于是他便坐上了小美的汽车 这汽车确实比马车豪华 坐上去软软的 还很舒服 为了让平泰更快地融入现代社会 大爷给他找了份幼儿园老师的工作 这个古代武士穿越到现代 竟成了幼儿园老师 他不叫孩子们读书写字 却让他们在泥地里学相扑 这让来接孩子放学的家长们大惊失色 纷纷指责老师的不是 就在这时 有两位家长突然发现 自家的孩子不见了 看来这两个熊孩子 一定是趁新老师不注意 偷偷溜出去玩了 于是大伙立即分头去找 与此同时 两个贪玩的熊孩子 来到一处废弃的仓库探险 不料正好碰上了一个藏匿于此的杀人犯 杀人犯为了防止孩子出去告密 便将两人绑了起来 这时平泰突然想起 两个孩子 曾在课堂上说过什么仓库探险 于是找到小美姐弟俩 请求他们带自己去附近的仓库寻找 几经波折 三人终于来到了孩子所在的仓库 看着平泰的武士装扮 杀人犯忍不住笑出了猪叫 并警告平泰不要多管闲事 可平泰却不管这些 他不紧不慢地 拿起一旁的木条 摆出了战斗的姿势 这可把杀人犯彻底给激怒了 他拿着刀就朝平泰冲来 平泰先是一棍挑掉了对方的刀 接着朝着腹部又是一击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 轻松干倒了杀人犯 这把一旁的姐弟二人 看得是一愣一愣的 看来这家伙 真的是古代穿越而来的武士 此时的小美 也对平泰产生了好感 表示如果没有你 这两个孩子就危险了 平泰听到小美这么说 认为上天把自己送到这里 就是为了救这两个孩子的性命 现在任务完成了 自己自然就可以回去了 于是他兴奋的 跑到了穿越来的地方 躺在了地上 高声呼喊着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 赶快把自己送回去吧 接着他闭上了眼睛 静静等待着奇迹的发生 这时一道光束照了过来 平泰心想着自己终于可以回去了 结果